整编经典睡前陪你重温 请不吝点赞哦 清代正版桥提出来的 一书写出来的 难得糊涂四个大字 在中国真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 尽人皆知的 一直到今天 二百多年过去了 但在人们的文章里 讲话里 以及最终常用的口语里 这四个字还是经常出现 人们都耳熟能详 我也是难得糊涂党的成员 不过在最近几个月中 在经过了一场大病之后 我的脑筋有点开了窍 我逐渐发现 糊涂有真假之分 要区别对待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什么叫真糊涂 而什么又叫假糊涂呢 用不着做理论上的论证 只举几个小事例 就足以说明了 例子就从正板桥举起 正板桥生在清代乾隆年间 所谓康乾盛世的下一半 所谓盛世历代都有 实际上是一块 奇大无银的遮羞布 在这块布下面 一切都照常进行 只是外扣来得少 人民作乱者寡 大部分人能勉强吃饱了肚子 不时不知 顺地之责了 最高统治者的宫廷斗争 仍然是血腥淋漓 外面小民是不会知道的 历代的统治者都喜欢 没有头脑 没有思想的人 有这两个条件的 只是氏这个阶层 所以氏一直是 历代统治者的眼中钉 可离开他们又不行 于是胡萝卜与大棒定居 少部分人争取到 皇帝帮贤或帮忙的人 大致已成定居 等而下之 一大批事都只有一条 向上爬的路 科举制度 成功与否 完全看自己的运气 翻一翻乳林外食 就能东西一切 但同时 皇帝也多以莫须有的罪名 大兴文字欲 杀鸡给侯看 统治者就这样 以软银监视的手法 统治天下 看来大家都比较满意 但是我认为这是真糊涂 如影随形 就在自己身上 并不难得 我的结论是 真糊涂不难得 真糊涂是愉快的 是幸福的 此事古已有之 历代如此 处此所谓 举世杰拙我独青 众人杰罪我独醒 所谓罪 就是我说的糊涂 可世界上 还偏有正板桥 这样的人 虽然人数极少极少 但毕竟是有的 他们为天地 留了点正气 他已经考中了近视 据清代的一本笔记上说 由于他的书法 不是抬隔体 没能点上韩林 只能外放当一名知县 七品官二 他在山东围县 做了一任县太爷 又偏有同情心 同情小民极苦 又在围县雅宅里 所作的诗为证 结果是上官逼同了己 他忍受不了 只好丢掉乌纱帽 到扬州当八怪去了 他一生诗书画中 都有一种愤懑不平之气 有如司马迁的诗迹 他倒霉就倒在 世人结罪而他独醒 也就是世人结真糊涂 而他独必须装糊涂 假糊涂 我的结论是 假糊涂才真难得 假糊涂是痛苦 是灾难 现在说到我自己 我出入301医院的时候 始终认为 自己患的 不过是选戒之急 隔壁房间里 主治大夫 正与北大校长商议 发出病危通告 我这里却仍然嬉皮笑脸 大说其笑话 中医院里的46天 我始终没有危机感 现在想起来 真是后怕 原因就在 我是真糊涂 极不难得 极为愉悦 我前心没到上仓 今后再也不要 让真糊涂进入我身 我宁愿一生背负 假糊涂 这一个十字架 今晚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守候与聆听 如果您想听到 泥巴和我的更多声音 也可以关注 我们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聚听 相聚的聚 听见的听 就可以收听到 我们更多的节目 那今晚就是这样了 祝您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